多次跃拳表态激怒了欧盟国家 裸观冯德莱恩还能坚持多久呢 大家好我是施涛 最近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由于他在俄乌冲突以及哈义冲突中 多次不顾欧盟 其他国家的官方立场的偏向性的表态 使得欧洲不少国家对冯德莱恩产生了不满 再加上作为欧盟理事会主席的冯德莱恩 和欧洲委员会主席米歇尔是素有嫌隙 因此欧盟内部开始有声浪 想要推翻这个冯德莱恩目前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欧洲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 欧洲委员会实际上是整个欧洲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 而欧盟理事会是欧洲委员会下设的 可以说是类似于一个国家政府一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那么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冯德莱恩 实际上他并没有权利代表欧盟来对外表态 这个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进行表态 那么在外交政策上的表态 这个权力是归属于欧洲委员会主席米歇尔 以及被称为叫做欧盟外长的这个伯雷利 那么这两位实际上很早就对冯德莱恩的这个大嘴巴似的表态是有不满了 再加上冯德莱恩一速以来偏向美国立场式的这种表态发言 使得这个欧洲国家的利益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彰显 甚至是很多国家的意图被扭曲 这也就导致了这一次冯德莱恩被挑战事件的发生 那么目前据说在欧盟内部有一封邮件正在流传 是800多名欧盟的职员联合起来挑战冯德莱恩的地位 可以说冯德莱恩他的地位有点岌岌可危的味道 那么之前在中文网络上流传的一种说法 德国人冯德莱恩他是一名裸官 用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说法 所谓裸官就是一个人在国内当官 其他的家人都在国外 那么这种说法说 冯德莱恩的家人都在美国 不过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冯德莱恩本人也曾经是驳斥过这种说法 冯德莱恩他是七个子女的母亲 他的子女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生在美国 可能拥有美国国籍 但根据冯德莱恩自己的说法 他的丈夫和所有的子女目前都生活在欧洲 那么也就驳斥了所谓裸官的说法 不过这个裸官除了我们说这种家人在海外的裸官 更多的其实指的是冯德莱恩这种心理上的裸官 冯德莱恩从他当选以来整个立场实际上是极度的偏向美国 在很多政策上本能的并不是坚持欧洲独立的这么一种见解与做法 而是一味的偏向美国 比如说在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上 以及在这一次对以色列的这种无条件之上 都是可见一般 因此冯德莱恩目前受到了欧盟上上下下的挑战 这对任期即将见满的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从冯德莱恩目前受到的困境 我们也能看出在经历了俄乌冲突 以及哈以冲突的这种洗礼之后 欧洲内部这种独立自主的这个思潮 再次的是逐渐要占据上风 那么欧洲应该是欧洲人的欧洲 应该是考虑全体欧洲人利益的欧洲 而不是一个对美国一步一趋的欧洲 那么未来在这个世界上 主旋律是中美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 欧洲如何能够继续的在这世界几大关系 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灵活的游走 才是欧洲继续获得更大利益的这么一个出路 而作为一位偏向美国态度 美国政策的冯德莱恩 他不仅是在俄乌冲突上 在哈以冲突上 他在包括与中国的关系上 都是非常的具有偏向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其实是并不利于欧盟未来的发展的 也因此我们看冯德莱恩恐怕会在欧盟内部逐渐示威 恐怕他的路也要走到尽头了 大家对这些话题有什么判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